主席各位先進,本位委員賴斯堡等二十一點歷史提案 因為台灣號稱洗腎王國其他有志 例如近年來爆發的非法使用塑化劑、毒澱粉、毒藏合、毒醬油、劣質進口米、沖湯台灣米 略有混雜、魔力等食品安全的事件顯示於 由此可見政府沒有辦法為人民的食品安全把關 那麼在於最近的法官以消費者並沒有舉證損害塑化劑有關的理由 僅判其中十八家的廠商賠兩百餘名消費者金額只有一百多萬 甚至於廠商只有賠九塊錢的可見 相關的法則他已經讓業者存得僥倖的心態 讓類似的事件一再重演 有見於此 那麼原題案要求行政院及相關單位督促加重塑化劑等 違法不效業者的刑法 並評估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可行性 以盡效有事物等盡情公絕 同時晚上有聖誕福音晚會 歡迎各位來參加九樓大禮堂